特专的6月4号市领合国的世界困境日 为着高丽民众提供困保的意识 导致困保行动 共同消耗地球和生态困境 感谢市政府困保教 准备在6月份 办理世界困境日 较力压定华东 希望透过电影 让民众了解到人和大助人 和协助共存的关系 进一部提升到爱河地球的意识 港医集困保教24号机型 守护生态1加1英雄困境 一起来 日空23世界困境日 较力压定华东去加回 港医集困民众启会没压屁 山交云来了的图案 卖绝民 还有很多的机会 启会边 共同为压定和开市播 除了用行动支持 本土记录片 只希望透过电影 让民众了解到人和主人 合协助共存的关系 团队主人心态美好和 环境威慌的重要 进一部 透过既体行动 用动来守护环境 谢谢麦导 麦绝民麦导演 他的花了17年的时间 拍了一部 可以说是一个纪录片 三娇鱼来了 看到这个手上的三娇鱼 哇 这是台湾的国宝鱼 我真的好可爱 这样连我都不认识他 我们根本见都没见过他 所以我想麦导还结合 对于将近半世纪 不断在研究我们生态的教授们 他们整个团队来做了记录 我想这记录不只是生态环境 更重要是记录的许多研究人 他们背后里面所看到的环境 所看到的疫情 这个过程很辛苦 所以到大山里面 然后去探讨这么多的一个 对环境的研究 所以我们这是很难得的 其实全片只有105分钟 可是你用105分钟 那我们导演是花了17年 而我们那些研究的团队 是花了近半世纪 我们就可以轻易看到这一个 对我们生态影响极大的 三娇鱼来了 这个环境节下来压电话 都六个分钟 三顶方话 山胶鱼来了 海洋奇缘 瓦砾 守护黑面皮露 钉钉四次电影 其中一部台北电影 最佳记录片的山胶鱼来了 辟等只有100控告分钟 不过是得的 麦绝明用17年的时间 头过去到研究团队 观察到山胶鱼的定位 河独贴心 现在可能两三年 我们就要面临百年的大旱 所以我想这个暖化 它真的在发生 然后极端气候真的在影响我们 那地球真的只有一个 而且我觉得环境的污染 它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是我们全球 包含台湾是共同要面对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真的注重 我们这个环境 那这次山胶鱼来了 我想我们拍摄17年 很重要就是山胶鱼 其实它也面临暖化的问题 因为山胶鱼它生存 都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那开个玩笑 它已经爬到山顶上了 如果我们再暖化 这些山胶鱼就要变山胶鱼干了 它已经没有地方再去了 那它生存在台湾 代表台湾的生态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爱护山胶鱼 爱护我们这个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当时看不及这次 这四次电影的佩抗总共有680兆 欢迎民众在5月27号和28号的 早上10点到4月2点 扎到机定的主管回收 不及文化工放在对外 为多的人会得多2兆 作用优寒多完围绩 世纪新闻丢电视频收线 刚才有期采红报道 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 家里地区水情严峻 面对缺水遗迹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解水 我们可以从澳澡改为淋浴 用擦车来代替洗车 洗手戳锁相照的时候 记得要先关水龙头 洗米洗菜的水 还可以拿来浇花 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 节水省荷包